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 以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天下情怀 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 为世界发展进步指引前进方向 十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浩瀚宇宙中 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 然而 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 面对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方案 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首次在国际上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胸怀天下 独行不代 十年来 习近平主席观大事谋大局 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 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2015年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习近平主席鲜明指出 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 在日内瓦万国公 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从2021年 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到2022年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再到今年 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 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习近平主席为应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提供中国方案 《青山一道同云与明月合层是两乡》 让我们携起手来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不懈奋斗 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必须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才能穿越惊涛骇浪 使向光明未来 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一项向扎实行动 讲述着制和者不以山海为远的故事 为增进非洲人民的健康福祉 中国援建了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 今年1月 项目一期竣工 从此非洲大陆拥有了第一所 具备现代化办公和实验条件 设施完善的全非疾控中心 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一程 中国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发射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 已于去年9月面向全球开放数据服务 联合国2023年水市会议期间 研究中心向联合国赠送了7套 与水有关的数据产品 为各国更好实现涉水可持续发展目标 提供数据支持 就在本月 在中国斡旋下 沙特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对话 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的力量 经济全球化的坚定倡导者 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国际抗疫合作的重要贡献者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 在中国身上 世界看到了负责任大国的样子 让团结代替分裂 合作代替对抗 包容代替排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回应了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的普遍诉求 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支持认同 多次被写入联大决议 安理会决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等重要文件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回答了世界之问 时代之问 为应对和解决当今世界 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和挑战 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十年来 在双边层面 中国已同十余个国家 提出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 在地区层面 中方提出并推动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 中非 中阿 中国太平洋岛国等 十个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层面 中方提出并推动构建了 网络空间 核安全 人类卫生健康等八个命运共同体 十年来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日益深入人心 习近平主席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非常卓越 我们都应该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努力 习近平主席的这一重要理念 能够把我们带向美好的未来 让和平的心火代代相传 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和时代担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倡导各国 行天下之大道 和睦相处 合作共赢 这一重大理念根植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 也是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指明了前进方向 注入了强大动力